前不久的一条新闻了 说2019年4月10号 有游客在青海湖的冰面上 突然拍到了一个直径100米 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的大圆圈 青海湖惊陷神秘怪圈的消息 一时之间传得沸沸扬扬 各种猜测各种说法都有 但是两天之后怪事 他就不怪 怎么呢 青海湖管理局出来解释了 大家都别猜了 别瞎猜 两个月之前 国内有一家公司为了拍广告 找人用沙子 在青海湖冰面上 弄出这么个东西 所谓的神秘怪圈 只不过是这家公司的标志而已 因为当时青海湖周围被冰雪覆盖 并不是很明显 后来冰雪融化了 这个图案就格外的显眼了 就这么回事 现在是传媒时代 眼球时代 为了吸引眼球 真的是要挖空心思 什么样点子呢 都不怕你怪 只要想得出来就行 好了 言归正传 还是回到平顶山上的 这个巨大的石阵图上来 他会不会也跟青海湖的 怪圈是一样的 有人故意搞出来一种行为艺术 或者说是一种宣传推广的方式呢 完全没可能 第一 平顶山跟青海湖不一样 青海湖那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不管是炒作也好 宣传也好 还是行为艺术 弄这么个玩意儿 很快就会被传播出去 那有效果 那平顶山前面说了 无人区域啊 如果不是测绘队 有工作任务 恰好还带着无人机 这个大石阵 再过几百年 都不会有人发现 那么弄他的人图个啥 第二 测绘队员仔细观察了这些石头 发现很多石头上都画着一些 让人看不懂的符号和图案 很像是书上看到的古代研画 所以他们推测 平顶山上的这个石阵图 很可能是古人留下来的一处移植 于是测绘队立刻向自治区文物局 汇报了这个情况 不久之后 一支考古队带着各种设备 就赶到了平顶山 简单勘测之后 考古队的专家认为 平顶山上的这个巨大石阵 不但是古人活动的遗迹 还很可能是一处木葬区 凭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普通人不清楚 专家有经验的 在中国像这样以石阵图为标志的 古代木葬并不少见 很多地方都发现过 比如说在四川西昌新兴村的 很多地方地面上 都有一堆堆来历不明的神秘巨石 过去当地人都说这些石头堆 那是当年诸葛亮南下平定梦户之乱的时候 用来对付南蛮部落的乱石八卦镇 直到2006年 这些石头的真相才付出嘴面 其实这些石堆并不是什么八卦镇 而是一座座的古墓 整个新兴村有上百座这样的大石墓 大石墓的发现 还解开了一个历史上的千年迷案 什么迷案呢 两千多年前 四川西昌一带 有过一个很强大的少数民族国家 叫做穷国 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的各种史书里边 都有不少关于穷国的记载 可是奇怪的是 从东汉以后各种史上里边就再也见不到 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了 也就是说一个曾经称霸一方的民族和国家 他突然间就人间正罢了 而新兴村大石墓的发现 正好就解开了这个千年的迷案 根据大石墓里出土的竹简 再加上其他各种文物啊 考古人员知道了这么一件往事 公元四十年 东汉朝廷派大将军刘尚南下平定叛乱 经过西昌时险些遭到穷国国王的暗算 这让刘尚很生气 接下来几天呢 他对于穷国老百姓展开了血腥的屠杀 数以万计的穷国人死于非命 整个国家呢 也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新兴村的大石墓 那就是兴村的穷国人 为死难者建造的集体墓葬 还有啊 浙江东阳有一座前山 山上别的地方 你基本上看不到石头的影子 唯独在山顶 却突然冒出了一堆堆的巨石 这些石头被有规则的堆在一起 却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用处 所以呢当地人都管这些石头叫做神仙石 意思是石头的来历只有神仙才知道 后来同样是考古人员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这些石头跟神仙当然没关系 它们底下也是古 通过对尸骨和陪葬品的碳石四鉴定 专家还确定 前山石墓是三千多年前生活在浙江的百岳人留下 百岳人死后不挖坑埋葬 而是在高处用石头堆出墓室 于是前山顶上就有了这一堆堆的神仙石 二、三千多的神仙 нашего Princip体 剑在下山水上什么黄石又死了